金正恩身穿浅灰色西裝 站在廣場高台上舉手敬禮 北韓再度選在凌晨舉辦閱兵試 這次是要紀念建立政權73週年 雖然金正恩沒有發表談話 但看看閱兵陣容依舊壯觀 除了有多輛武裝車 乘載不同型號的炮彈武器之外 也能看到整排的自走炮 以及一群佩戴北韓國產防毒面罩 防護裝的士兵場面盛大 但似乎沒有展示洲際彈道飛彈 這次參與的閱兵是隊伍 並非正規軍隊 而是地方的勞農紅衛兵 消息指出這次閱兵規模縮小 事前準備太過倉促 整個儀式時間也縮短為一個小時 因此推測應該沒有展示新軍備 北朝鮮在前面 去年10月深夜的軍事パレード 三回連續的軍事パレード 夜間開催 至今對外宣稱零確診的北韓 早就疫情大爆發 消息人士披露 北韓軍隊出現大批疑似染疫的士兵 接連死亡 金正恩聽到消息大發雷霆 下令加強防疫工作 因為光是7月8月就有45名士兵 在病房身亡 醫院混亂 外傳結合病 肝炎感冒患者都被關在病房 就像被綁架 而且沒有任何醫學治療 只有每天量體溫曬太陽一次 也沒有攝取足夠營養 疫情慘況實在誇張 記得李清聰報道 請未來